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要和各位一同来分享的一个信息 是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方面 神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 时序我们进到了五月六月 那么在亚洲可能是指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期 节日就是母亲节跟父亲节 这两个节日都在提醒为人子女的 应当要怎么样记得报答亲恩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吩咐 圣经里面对于基督徒也有这样的吩咐 基督徒是非常看重孝亲之道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 基督教被一些不认识我们信仰真理的人 恶意的这样子的扭曲或者抹黑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讲到基督教 说我们数典忘主 我们不懂得圣终追悦 不祭拜祖先 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敬主 但是我们不拜主 我们尊敬我们的祖先 我们不把我们的祖先当神来拜 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祖宗当神来拜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祖宗不是神 我们应当尊重思念 但是我们不敬拜 其实我们把祖宗当作神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深一步的去思考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做法 有很多只是我们自己想法的投射 为什么当一位先人离开世界之后 他就变成神了呢 他就可以呼风唤雨 他就可以赐福或者他生气了就降祸呢 他哪来了这个能力呢 为什么我们要纪念他们 免得他们不高兴就处罚我们呢 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一些作为经不起 我们仔细的去检验 一个人离开了 我们在商礼上面为他烧房子 烧车子 烧银钱 烧纸钱给他 他真的用得到吗 这些幻想或者说这些 我们自己想出来自我满足 自我安慰 或者说是自我欺哄的这些方法 到底存不存在 这好像一个人掉到水里面 溺水了 一个倒走来就随便抓 人不知道说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哪里 我们就自己设想做很多 然后我们就说 不照着我们方法做的人 就是树典望主 就是不懂得追念祖先 这样子的频段是非常武断 难道我们早晚三炷香 我们放一些鲜花水果一些食物 来供奉我们的祖先 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另外一个地方 吃得饱喝得足了吗 是不是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啊 要我们来供应 会不会有的时候是说 我们就这么早晚的这么一点点供品 我们有历代祖先 他们怎么分呢 这些我们都不去深思 我们觉得反正谁愿意这样做 谁就是孝顺 这种是真正的孝顺吗 我在亚洲一些其他的国家 尤其在华人的这些社区里面发现 我们对于过去的人 死去的人 我们很懂得纪念他们 我们把那个墓地盖得好大好大 那个墓园走进去 跟一个人的住家房子一样 然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清明节扫墓的时候 扫完墓 大家就在那个广大的那个坟地 那个墓园里面 他们自己家族的宗室的这个墓园里面 打起麻将来了 这到底是在纪念祖先 还真的只是一个形式化的作为 我们要不要去思想 这些事情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讲我们圣中追远 我们很诚实地讲 我们对我们的祖宗 我们真的认识他们多少吗 我们只有一个仪式 我们记不记得我们 真祖父 选祖父的名字 或者他做过什么事情 如果这些都不知道 我们就认为我们一个仪式化的一个表现 就是圣中追远 这会不会有的时候 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里面 也无法接受 其实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后 到底到哪里去 到底他离开世界之后的处境是什么 不是由我们自己虚幻的构想而来 只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 他在时空之上 他有资格启示性地让我们去明白 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 基督徒不同于这个世界一些的做法 用一种祭拜祖先 把祖先当作神的方式来进行的方式 那并不表示我们树典望主 基督徒一样圣中追远 我们也一样纪念先人 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同时基督徒在圣经的真理里面 我们更看重的是在父母 在我们的长辈有生之年的时候 我们的孝敬 我们的奉养 那更是一个重要的 今天在这一个功利主义的世代里面 什么事情都讲交换条件交换 有的时候在这一个世代里面 年长的父母 由于已经没有太多的工作能力 如果不是家财万贯 有的时候儿女们会变成 觉得那是我的负担了 今天我们整天都在算 我要养多少个长辈 我将来怎么办 那个孝敬父母 已经从一种很喜乐的 一个人的本能 你们应该做的事情 变成一个重担 就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来看 而且我们对于尊敬父母的这件事情 在今天这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时代里面 也越来越随便 父母亲可以随便的这样子的 开他们玩笑 用很不尊敬的语气跟他们讲话 我们大家好像觉得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孝亲之道 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家庭见证 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别人不单单要听到福音 别人更要看见福音的大能 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 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要在圣经真理的带导之下 拨乱反正 我们要重新看见圣经吩咐我们 要孝敬父母 因此今天早上用这个题目 真诚的孝心之道 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 共同的提醒 让我们在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 我们活出 神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 首先要明白 孝顺父母 不论在旧约新约 都是圣经里面 很清楚明白的指示 所以这对于有一些人 污蔑基督教 说我们不懂得尊敬长辈 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 这个是不对的 圣经明明有教导 在旧约的十节 明确的一个命令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说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以色列人得神白白的恩典 出埃及要进迦南 迦南是一块流奶与命之地 可是你怎么能够在那块地上 长久存留呢 十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你要孝敬父母 不是说把父母当作无所谓 人只看见自己 要懂得孝敬父母这件事情 要放在前面 如果你做到了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在神所赐你 就是神的应许那块地上 得以长久 这是一个很清楚地看见 神的一个命令 孝敬父母也是人与人 实践里面 人与人关系里面的第一条 神很看重的 所以基督徒读圣经 我们就知道 这是神对我们的吩咐嘛 那么在新约的时候 对于所有的信徒的吩咐 孝顺父母 仍然是极重要的一环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读新约保罗的书信 保罗的每一封书信里面 前面都有一些教义性的教导 给我们很多 对于神真理的启示的认识 可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教义的教导结束完之后 后面都有一些经文 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 活出这个教义 换句话说 教义不是只是放在脑子里 教义是在生活上实践出来 而在保罗的实践 他的教义的教导里面 孝顺父母 仍然是极重要的 关键性的一个经文 所以你可以看见 在旧约在新约 基督徒都被神的旨意 都被神的命令所教导 要我们孝顺父母 其实这样子孝顺父母的例子 在圣经里面也有很重要 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榜样 比如说我们首先看到约瑟 在创世记里面记载约瑟 约瑟是一个从小被卖到一帮 以后在那边经历苦难的人 后来他在神的恩典里面 做到了埃及宰相 以后发现他父亲所居住的 那个迦南地里面有饥荒 他就要去奉养他的父亲 所以你看见约瑟福音 约瑟在创世记四十五章九到十一节说 他告诉他的兄弟说 你们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怎么样 对他说 你儿子约瑟这样说 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你和你的儿子孙子 连牛群羊群 这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戈山地 戈山地那是埃及地 一个极富富富有富好的 好上好的一块土地 他说与我相近 下面讲我要在那里怎么样 奉养你 约瑟我们读圣经 他的一生前半段充满了苦难 冤屈 他被他的哥哥们卖了 然后他在埃及经历 在牢狱里面的各样的苦难 可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处境 就忘了为人父母 所带给他的恩典 所以当他听到 他的父亲仍然健在 而且在迦南地的时候 立刻就要去奉养他 这一个人 他不单单因为自己的遭遇 禁遇 就忘了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也不会因为自己复述了 复述了 自己有权有势了 就弃父母于不顾 这是一个很好的圣经的榜样 今天有的时候 人因为遭受一些苦难 遭受了一些冤屈 就把自己本身该做的 也通通丢掉了 不需要 约瑟给我们看见 人会犯错 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也要跟着人犯错 他就做他该做的事情 圣经里面另外一个 对比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路德 这个摩雅的女子路德 路德记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 记载了他的一个善行 当他的丈夫过世了 他的婆婆 他的这一个 这个婆婆的先生也过世了 他的公公也过世了 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 这家里面一门三寡 处境很艰难的 现在婆婆跟他们讲说 我现在也老了 我看见这个 神所赐福的犹太人 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里面 现在窗框有改善 我要回去 你们就改嫁吧 你们就离开我吧 不必要跟着我 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 也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了 大媳妇就走了 但是路德呢 路德在这边表现了一件事情 说什么 他说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在路德记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 与我乡里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伐于我 你看这个媳妇 跟婆婆的关系 这婆婆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依靠的了 婆婆也愿意自己一个人 婆婆也为他们打算说 你们干脆去改嫁算了 但是这个路德 环境是很艰难的 但是他没有弃婆婆不顾 他愿意侍奉婆婆 他愿意陪伴婆婆 在那个恶劣的怀疑里面 苦难虽然存在 可是他不离不弃 我们知道后来 路德的遇到 婆阿斯之后 他整个的处境改变 婆阿斯曾经对路德 讲过一句话 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十一节说 婆阿斯回答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凡你像婆婆所行的 并以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恕不认识的民中 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他的这些作为 婆阿斯知道了 婆阿斯欣赏 这一个孝顺 这一个婆婆的外邦女子 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给我们看见 处境没有改变 他在神的面前 做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件美事 那当然我们要举的 第三个例子 那更是一个 人世间最伟大的一个例子 就是耶稣自己了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他 结果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仍然坚持着去 执行神在他身上的使命 虽然在伊甸语里面 他祷告神说 倘若可行把这边挪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样 要照你的意思 他是一个绝对遵行神旨意的 所以他完成了救恩 他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在他所要执行的那一份 当作挽回记的部分 他就完成 可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看见玛利亚 看见那个他所爱的门徒约翰 少数的这些人在十字架前的时候 他说了什么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 这边看见 耶稣自己面临那个终极的使命的完成 他必须要去死 可是在死之前 他仍然尽上他人子的本分 交代他所爱的门徒 好好地奉养他的母亲 其实中文圣经在这边的翻译 有一个话 没有把它原文准确地翻出来 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们这边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其实原文耶稣说的是 妇人看你的儿子 还有我们觉得 哎呀讲妇人好像不太礼貌 其实耶稣在这边讲妇人的时候 是一个极高的一个智慧 跟一个给玛利亚极大的安慰 当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的时候 他在告诉玛利亚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啊 只有玛利亚很清楚地知道 耶稣是圣灵感应而生的 他是带着神的使命来到世界的 现在他在完成神的使命 一个做母亲的 看见儿子挂在十字架上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耶稣提醒他 你不单单只是我的母亲 你知道我是为何来的 所以他称他妇人 让你站在人的角度上去明白 现在挂在十字架上的 不是只是你肉身的儿子 他是神所参来做人的那位神子 他在执行那个最伟大的圣工 这个称呼其实给玛利亚很大的安慰的 然后他也交代他的门徒说 好好的奉养 这一个他的母亲 所以你看见 不论是旧约的人物 还是新约的主约书 都给我们摆上了 这一个孝顺父母极重要的一些榜样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 孝顺父母应该有哪些具体的作为呢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 孝顺父母要从听从父母开始 这个听父母的话 今天有的时候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时代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不喜欢听别人的话 我们也不喜欢权柄 不喜欢那些约束力量 但是听命 却是圣经里面对于做儿女的 对父母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规定 约定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圣经你给我们看 人是受造的 有位创造的神 人跟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听神的话 神怎么吩咐怎么做 但是人受罪的影响 不会听话 人就是抗逆 像以色列人一样背逆玩梗 因此神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 设立了一些神自己的一个定规 那个定规教导人去学习顺服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 就是父母跟子女 上帝把父母放在权柄的位置 把儿女放在一个听命的位置 就是在操练儿女 怎么样学习对权威的尊重 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这个世代不讲权威 不喜欢权威 但是在上帝的定规里面 权威是重要的 最大的权威是上帝 然后上帝设立了父母儿女的关系 而父母是儿女的权威 而要求每一个儿女 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制度里面 学习操练顺服的功课 这是很重要的 顺服在圣经里面 一向是神所看重的 我们常常会读的 撒末尔记 上十五章二十二节 扫罗就忽略了这件事情 撒末尔提醒他说什么 撒末尔说 耶和华喜悦梵祭和平安祭 其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甚于献祭 顺从甚于公养的自由 这句话如果换成今天的处境 那就是说上帝 喜悦你做一些外表仪式化的这种敬拜呢 还是喜欢你遵行他的命令而活呢 同样的意见呢 神要扫罗把亚马利人所有的牛羊都杀掉 他就把上好的牛羊留下来 然后说我要奉献 我要献给耶和华 用他自己的方式来侮奉神 找了一大堆借口 撒末尔告诉他说 听命甚于献祭 顺从甚于公养的自由 不要只有外在的这些仪式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 所以你看见 顺从神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吩咐 而神也借着一个家庭制度里面 父母的权柄来教导做儿女的学习顺服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时候 人不喜欢权柄 人喜欢自由 可是也发现 有的时候人有了自由之后怎么样 他也失去了安全感 也失去了方向 因为没有上一代的道理 没有那些经验的传承 人就自己像无头苍蝇到处转 我很自由 我爱怎么走怎么走 方向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处处都有权柄的规定 红绿灯就是一种权柄 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 什么时候要止 我们也受这些约犯 微犯我们才能够共同好好的生活 可是现在人越来越讨厌这些东西 越来越要自己的一些自由 结果造成一些无限大的一些伤害 所以听同父母第一个 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操练 第二个这边也规定说 我们听同父母也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叫做在主里 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说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同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 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诫命 那么这节经文很清楚的看见 听同父母是神的吩咐 但是听同父母里面有一个先决的一个约定 就是在主里 什么叫在主里 也就是说父母的要求父母的规定 必须要在真理的范畴之内 我们顺服父母啊 不是这种所谓的于中于孝的这种顺服 父母怎么说都对 我们必须要明白 父母也是人 也是人就像今天所有的人一样 我们都落在罪的影响之下 所以有的时候父母的要求 父母的定规不一定对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真的是有智慧的去拒绝那些不合圣经真理的要求 但是父母的要求如果合乎圣经真理的 我们都得尊重 这是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看见 保罗在这个地方引诱旧约十戒的一个规定 这边讲说使你再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机密 其实这个长寿就是在旧约时候 这一个实践里面规定的 让你藏在神的恩典之中的意思 让你活在神的应许里面 所以你要孝顺父母 但是呢你在主里孝顺父母 今天有的时候当然我们看见一些负面的例子 有一些父母由于不认识神 自己老我的生命的彰显 结果造成年轻的夫妇之间很大的冲突 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相处上面有很大的难处 甚至于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拆毁了下一代的家庭 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听过 但是这是不健康的 这是不正常的 一个儿女要孝顺父母 也一样要有属天的智慧在神的生命里面 不是父母怎么说你都要照着举措 有的时候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 不好的一些一些过去的一些观念 母亲只有一个 媳妇是可以换的 所以这个媳妇不好换一个 娘只有一个 娘再给你找一个 这个不好 这个想法不好 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建立儿女的婚姻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去拆毁她的婚姻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顺从父母 第一个要明白 那是神所定规的一个操练我们学习顺服 绝对权威的一个途径 第二个 顺服父母要在主里 按着主的真理活出那个正确的方向 第二个方向我们给我们看见 在我们这一个孝顺父母应该做的是尊敬父母 这一点特别在今天需要格外的被提出来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父母的尊敬已经是越来越少 我们有的时候对父母随便开玩笑嘻嘻哈哈无所谓 甚至于轻慢轻视 拿父母的这种弱点 或者拿父母的这种跟不上时代的现象来 来作为我们取笑的对象 那不好 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孩子从小被宠爱惯了 而不懂得尊敬神为大 父母自己也要负责任 圣经怎么讲 第一个在尊敬父母的方面 圣经要我们从随便 随随便便跟父母的关系 到敬重 这个敬重是很重要 今天不太谈敬重 今天什么都是自我的东西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这种没有一种尊敬的一种态度 这个不好 列维基第19章32节说 在白法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看见没有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对于年长者你要尊敬啊 要站起来啊 不是一整天坐在那边哒啦啦的 父母站在你面前讲话 你也无所谓爱听不听 父母亲要你做什么 等等等等等我有空再做 这种态度都不好 人要有一个尊重的心 现在啊过分强调了 现代人的这种开放 什么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 你每其名叫做自由 叫做进步 叫做先进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 放纵 我们越来越不懂得敬重父母 其实敬重父母的态度 是跟恭敬感恩 那跟爱有关 我们领受那么多父母亲的爱 现在要回应神 自然而生出那种尊敬的心 今天人比较会尊敬谁 今天人比较会尊敬的 那个是我的老板发薪水给我的 那个是对我有利的 跟我将来 试图上发展永远我们尊敬他 父母天生就是这样子的 不必理他 这完全是错误的世俗观念 我们要跟进过来 我们要修正过来 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在 今天这个时代 儿女会变成这个样子 父母也有责任 有的时候父母也跟着 时代的潮流走 没有正确的带领孩子 结果怎么样 你就造成孩子越来越随便 越来越不懂得尊重 最近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反映 说他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媒体 或者一些谈话性的节目 里面大力的在鼓吹性方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开放 那么他们就认为说 随便在现代人 就这个女孩子就可以 现在大家都可以叫这个婚前性行为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现代心理学 或者一些教育的一些学者 都认为说 基本上来讲 什么事情 竟然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我们不要给他那么多的约制 让他自由 孩子也觉得这样很好 我爱怎么做怎么做 其实啊 有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尽上本分 结果造成孩子的偏差 不服在一个神所定规的原则之下 你譬如说婚前性行为这件事情 现代人就说 只要教导他什么是真正的爱 他如果真的爱对方 对方也爱他 那么就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现在对孩子的一个教导 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一个男孩子 这男孩子对他的反应也不错 所以在现在的观念之下 没两下上床就发生关系了 发生关系以后 这女孩子突然间发现 这个男孩子得到了他的身体之后 又去找去找别人了 又去寻求另外一个目标了 这个女孩子认为我是爱你的啊 我是喜欢你的啊 所以我愿意现身啊 愿意跟你发生关系啊 可是那个男孩子呢 那孩子未必喜欢你 未必爱你这个人 但是他大概蛮喜欢跟你发生关系的 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时候 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没有一个清楚的带领跟教导 每行民叫他们自己做决定 他们不知道什么决定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爱 结果他们落在那个肉体的情欲里面被伤害 别人玩完了 他的目的达到了 他走了 你呢 你就落在你自己那个无知的那个判断里面 这是今天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情形啊 做父母的今天有的时候不是随意的纵容孩子 我们要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里面怎么样子尊重敬重父母 是很重要的 不是无法无天 不是任意妄为 这个要去了解 所以在尊敬父母的第二个要学习 不要藐视 不可以藐视父母 今天我们人有时候看 你能力比我强我尊敬 你跟不上我我就看不起你 你算什么 真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说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我们今天对父母亲的尊重 不能够因为他的属世装备 或者他对于科技的了解的程度 成为我们尊重他们的一个条件 没有 因为他是父母就要敬重他 今天有很多时候 现在的高科技日新月异 一日千里 有很多时候年长的父母亲 跟不上这种科技发展的速度 这时候做儿女的要有耐心的去帮助他们 不是有的时候看见父母 这个不会那个不懂 哎呀就开玩笑 哎呀你们讲window 父母亲window 我们家窗户已经开了 不知道什么window 哇这个笑话满天飞 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啊 当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懂 父母亲 不是也一样的 呵护我们 爱护我们 教导我们吗 如果父母亲用我们现在的条件 他也可以嘲笑我们啊 他也觉得说我们什么都不会不行啊 但是没有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长大了 父母亲年老了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他们吗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轻视 或者这种这种蔑视这种藐视父母亲的态度 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啊 我们讲笑话啊 孩子很好听 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啊 孩子会要我重复这个笑话十遍 每次都很高兴高兴笑 我们也是不厌其烦的讲啊 没有说这个笑话已经讲过了 烦不烦啊一直讲 没有啊 父母对儿女的客户 儿女有的时候要常去想 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照顾我们 如今他们年老了 我们仍然要保持对他们的敬重 不可以去藐视他们 也许我们在个人的领域里面 有快有慢 在专业的这个方面 但是并不表示 我就强调我的专业 却完全忽视了父母亲他们人生的经验跟智慧 对这个要注意啊 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孩子们如果要在表达对父母的尊敬上面 那个言语的表达很重要 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 孩子们对父母亲的讲话 那个粗俗 那个不耐 那个厌烦 讲话都这么叹气 好像父母亲多讲几句话 就占了你的时间一样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啊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父母亲是怎么对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 哎呀我很忙啊 我时间没有些 同样事情跟你讲过一遍了 你还不会 到底要我讲几遍啊 我觉得父母很烦 他们学一些新的东西没有那么快 不像你在他的栽培之下 一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这样栽培下 所以你学的很快 他对那个领域也陌生 可是你就觉得他烦 因为你很忙 我们要不要思想一下 当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也很忙 没有谁是闲在那里的 可是他们再忙 他们也用尽他们的心力 把我们抚养长大 那今天要怎么回答他呢 今天在言语上怎么表达呢 真言十五章第一节 大家都会被这个经文啊 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 今天有多少时候 我们触动父母的怒气呢 但是父母容忍 父母宽容 但是父母的宽容 不能变成我们的纵容 学习去调整我们表达的方式 我们要对父母亲有一个尊重 尊重在言语的表达上要尊重 不要纵容一个孩子随随便便的 用这种轻蔑的这种暴躁的语言 来跟父母沟通 所以要学习尊敬父母 你要学习从随便到敬畏 要不能够藐视 在表达上要具体的作为 第三个 我们在这一个孝顺父母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叫做奉养父母 今天有很多时候 人以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 我先享受 所以我们对于父母的那个照顾 越来越糟糕 有很多时候觉得有吃有喝可以了 年老了放在养老院里面 让他自生自灭 一年看他两三次就可以了 我们大概最会 最会做的就是赶去送中 听到什么时候 家乡传来父母亲离世了 做会就回去一下 表达一下 我常常在北美的教会里面 鼓励这些年轻人 现在高科技这么发达 iPad这种所谓的网络工作 大家都有 建立起来嘛 平常跟父母亲多谈谈嘛 不要只懂得回去奔丧啊 奔丧之前 人还活着的时候 多一点关心多好呢 孝顺父母 奉养父母 是我们人的本分啊 提摩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你看圣经里面讲得多清楚 他要求我们基本上 要去照顾奉养我们的父母亲 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普遍的现象啊 今天为年轻的夫妇们 照顾自己的孩子 那是体贴的 那是周延的 那是全辈的 可是对于父母呢 却常常不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有的时候 孩子出去大学念书了 我们马上要他架起那一个网络 iPad架起来 我们要跟他随时保持联系 父母呢 我有一次跟一群同工们讲 我们如果用十分之一 对待儿女的方法 来对待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就很高兴了 这是不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不对的 我们爱护儿女没有错 但是并不排除我们也要奉养 敬重爱护我们的父母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想想看父母怎么样 含辛茹苦的把我们长大 你现在也是这样子对儿女 那你希望将来儿女也是这样子 对你不问不问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尽上 我们孝顺父母的本分 这是该做的 第二个在孝顺奉养父母这方面来讲 要去明白孝顺奉养父母 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 而且把那个位阶放得相当高 马可福音七章十到十二节 耶稣指责当时的法利山人说什么 他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支持他 你们导说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 已经做了戈尔板 戈尔板就是奉献 也就是说该奉养父母的钱 已经拿去给会堂了 已经交给教会去做了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神的道 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个原则 当时的法利山人教导他们说 你如果钱已经给了会堂 那你没有钱奉养父母 可以没有问题 因为你已经侍奉神了 是好的 耶稣在这边指责他们这样做是错的 换句话说 在耶稣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 他已经说出奉养父母 就是属神的人 侍奉主的一种方式 侍奉主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 只有在会堂里面 侍奉主在生活上面 因此一个人好好的奉养父母 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啊 不要只是一个形式化的 外在的一个宗教仪式 那就跟拜偶像一样 耶稣吩咐我们 要把我们的信仰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而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你不要只看见会堂需要钱 你也要看见父母亲需要奉养 而在耶稣这个地方所定的次序里面 父母亲的奉养是排在前面的 所以很清楚呢 奉养父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丰富嘛 我的父亲是传道人 从小带领我们信主 因此我们在他的带领 在圣经的真理之下 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 我父母在北美侍奉 早年侍奉的时候 我们家兄弟姐妹只有二哥二嫂在美国 我二哥为了侍奉我的父亲 辞了他在另外一周的工作 搬到加州来 就是为了就近来照顾父母亲 他们一直尽本分在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 我的母亲就住在我的对门 我和欠分师母两人 我们欢欢喜喜的感恩的 有这一个可以孝顺父母的机会 我的母亲三餐都在我家里吃 我们有闲暇的空间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带着她各处走走 陪她出去舒缓她的心情 这是我们感觉到那是恩典 那不是负担 我们很乐意的做了这件事情 我母亲到了晚年的时候 得了失智症 我的姐姐少敏师母 看见母亲这个光景 她就主动的要求 将母亲由美国接回 那时候她住在台湾 接回台湾 她自己一天全天候的来照顾母亲 这样子的来侍奉母亲 她不觉得是重担 她觉得那是喜乐 我们在台北的兄弟姐妹们 每逢假期 大家人流的带着母亲 出去到各地去观散 带她出去吃饭 舒缓她那个孤单的心灵 这些对我们来讲 都是福气不是重担 我们很乐意的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孝顺父母是神给我们的吩咐 而我们的确在孝顺父母的这件事情上 领受从神来的那样子的平安喜乐 跟在主里面的那种 生命里面的那种 人所不能夺取的恩父 我的父母亲现在都离世了 可是我们在世的每一天 我们常常感恩 为什么 因为神赐给我们奉养他们的机会 这是我们该做的嘛 那么因此在第三方面 我也要提到另外一个 就是奉养父母的时候 动机要很单纯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 不健康的一些现象 父母亲有财有势 有很多的遗产 我们做儿女就要孝顺 为什么呢 将来有一天分遗产的时候 我有份 父母亲如果没什么钱 这就随随便便了 反正这个变成负担嘛 将来也没办法从哪里面得什么 那我们现在还要付出 那有的吃有的喝就可以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 一个态度 奉养父母啊 请记住不是施舍啊 而是敬养 尊敬的去侍奉他们 这是圣经的吩咐啊 所以我们的心怀意念很重要 我们的心思到底正不正 这个很重要 在真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里面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 你存心是什么样 你就要怎么做 你的心思意念 需要拿到神的真光里面 被神来检验 所以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记得我在全世间服事成之前 我在台湾的商场做生意 感谢神给我很好的机会 所以在商场上有一些发展 做的还有一些成绩在 所以那个时候收入也相当好 我记得我有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父亲讲 今天有没有空 我想带你到一个餐厅去吃饭 其实我那时候就找最好的餐厅 想表达我对父亲的尊敬 父亲一想跟孩子吃饭也不错就去了 就一去到了 哇这是一个高档的餐厅 父亲就跟我讲了 说孩子啊赚钱不容易啊 吃饭嘛简单嘛 我们重在这个我们父子之间的一个交通 不一定要食物啊 还花这么多的钱 我跟父亲讲 我说爸爸 花这些钱 怎么能够比我对你的那种敬爱之心呢 我对你的尊敬呢 钱是可以衡量的 爱是无法衡量的 能够这样子的跟你生活 能够这样子的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请你在一个好的餐厅吃饭 那是神给我的恩典啊 钱可以再赚 但是能够饲养 这个孝亲父母的时间却是有限 今天我父亲离开了 我常常有的时候感恩 父亲在离世之前 我有机会这样子的来侍奉的 好得无比 今天有的时候 世人把钱看得太大 紧紧抓住 钱要用在正确的位置上 能够好好的奉养父母 是我们的喜乐 保守我们的心 不要每投出一分钱 都在想我能够回收多少 这种不是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在领受神的恩典 在领受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们常怀感恩心的来回报他们 这是一个奉养父母 很重要的一个谈度 那么接着我也要谈说 在孝顺父母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使父母欢乐 不是有衣有吃 有吃温饱无缺就够了 他的精神 他的心灵上面的欢乐 也要助导 这一个真言第十章第一节说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今天每个基督徒想一想 我现在到底是让我的父亲欢乐呢 还是让我的父母担忧呢 有哪些事情会让父母担忧呢 今天人有的时候觉得说 我已经独立了 我已经成家立业了 我已经翅膀立业了 我可以飞了 所以父母也不必管我们呢 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我们永远是我们父母的孩子 他对我们的挂心是不会中断的 所以你的婚姻是不是幸福 你的亲子关系是不是好 你的父母很在乎的 不要以为婚姻就是我的 我要离婚就离婚 我要找第三者 把婚姻弄得一塌糊涂 那是我的事 不是你的 不单单是你的事啊 你的父母为你相当的担心啊 你有没有为了父母亲的欢心 我懂得怎么样 在神的真理里面调整自己 去经营一个和神心意的婚姻 让父母亲安心呢 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今天人离开父母之后 哎呀小的时候在家里面 哎呀父母亲会耳提灭命 早点起来要运动 三餐要正常 现在出去了不必了 我已经独立了 你把你的身体状况搞成什么样子 你以为得了心脏病得了高血压 只有你自己承受吗 父母亲也担心啊 我们有没有 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是很重要 你要使父母欢心你要做到 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 其实父母今天也是一样 极看重的是 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生命 你的行事为人的标准 是不是合乎圣经 你的道德的水平 是不是在圣经的检验之下是站得住的 父母都关心这些 你要使父母欢心什么 不是只是让他衣食无虑 不是只是带他出去吃顿饭 不是只是有的时候陪他出去度假 你能不能让他在精神上面 长时间呢 他是一个安心的邪恶的状况 这也是我们孝顺父母该做的一环嘛 然后我们在孝顺父母上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懂得体贴父母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父母年纪老了 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如前了 他们跟这个时代发展快速的进步 有的时候会脱节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体会他们呢 还是我们很轻忽的 常常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在提摩带前书五章一到二节教导我们说 不可言者老年人 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 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原则是什么 不要严则 对父母尊敬 你就在言语上会注意 你要常常体贴 他的状况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看父亲跟大叔一样 在他什么都能 现在也许他年纪老了 他也退休了 有很多时候他的自信心也受到影响 以前他可能是一家之主 现在发现一家之主是年轻的一代了 他已经退居后面 在这种处境之下 能不能够体谅 这个体谅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听过那个很恶劣的作为 一个父亲因为手抖 结果这个吃饭的时候 那个媳妇就去买一个木碗 来给他 免得他去摔地 老把碗摔破 他看碗的摔破 比父亲的身体状况还重要 结果有一天就发现 那儿子在旁边用木头叼一个碗 那干什么叼一个碗 你做碗干什么 做手工啊 不是啊 为你将来用啊 你看见这个故事的讽刺性在哪里 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过分地看中一些 我们所抓有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却疏忽了父母亲的感受很重要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去肯定 虽然父母亲在体能上面衰退 但是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智慧 仍然是我们可以接近 可以学习的 我记得我父亲在年老的时候 他一直有个心愿 就是他盼望能够到中国去做福音工作 他是一个传道人 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灵魂 是他所顾念的 他常常在祷告中纪念 所以他就乐意的前往中国 可是那个时候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或者同样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人 看不见他的负担 也不理解他的一个状况 就攻击他 就打击他 认为他基本上来讲 这个做了不讨生喜悦的事情 到今天可能还有人这样子错误的看见的 但是他在神面前有负担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做生意 神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些收入 我就拿一些钱支持父亲的工作 我说你去 我支持你 父亲很得安慰 他虽然在教会界很多人尊重他 可是因为他的作为 很多人就打击他 但是至少他可以知道 他的儿子 他的儿女是支持他的 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起来 大家都支持父亲 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是体贴父亲那个状况 体贴父母状况 相信他的判断 知道他跟神的关系 知道他不是为他自己 知道他有一个神仆人的使命 我们支持他 这种体贴的心愿 我觉得是每一个儿女要去学习的 当然在校正父母里面 还有最重要的一环就是 倘若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 那么传福音给父母亲 是一个最大的孝顺 摆散孝为先 那么在孝里面 把父母亲带到神的面前是最重要的 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 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做儿女的要常常把握机会 父母亲的经验各方面比我们长 有的时候晚辈向长辈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听过长辈有的时候会说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还不知道要你告诉我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些言语 不要生气也不要气馁 我们用我们的生活见证 一个生活见证来向父母传福音是极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这个给我们看见 父母亲有的时候不一定听 但是他会看嘛 我记得教会里面以前有一位姊妹 这个姊妹她的家里面有十几个儿子 只有她一个女儿 她父亲老早就跟她讲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了 所以我将来的财产没有你的份 讲得很清楚 这女儿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 她就只要接受啊 啊 结果后来发现在父亲晚年的时候 十几个儿子为了这个遗产炒翻天呢 结果这个女儿就把父亲接到美国来 在台湾整天心返 不到美国来休息一段时间 结果这个父亲在美国姓祖 他父亲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其实是自己主界也很强的人 怎么会再孝信主呢 那父亲讲了一句话 我这么多的儿女里面 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 我从你的身上看见真的有神 这就是生活的见证啊 太美了 这个女儿没有遗产可以分给她 但是这个女儿有比遗产更重要神 她更乐意把这个生神的认知 介绍给她的父亲 所以她后来父亲就在北美信主 以后信主之后 安息在主的怀中 我们感谢主啊 这是个很美的作为啊 其实今天儿女对父母最重要的作为 不是说有一天父亲离开了安息了之后 我们要早晚三住江 那个根本就是一个人自己的想法 我们盼望的是有一天 当父母离开之后 我们有把握 我们将来在天国能够与父母亲相会 这是真神的应许 也是我们实实在真实的安慰 所以把父母亲介绍给神嘛 介绍给神 神来认识他们 他自己能够接受神的恩典 这是他极大的一个福分啊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 那么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呀我跟父母亲传福音好多年了 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持续不放弃 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 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 他希望人跟他建立生命关系的 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嘛 上帝会在他的时间 在他的恩典里面 给我们的父母亲有机会去认识他 所以我们要有持续的动力 这个动力就是神的应许 他愿意人人悔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用我们的生活见证来影响 用我们的生活见证来印证 我们福音的信息 我们的父母会接受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在最后的阶段 我也要对所有的年长的父母 有一些敬言 尊敬的一些提醒 就是每一个父母 我们的生命都继续要有更新的榜样 儿女应该孝顺父母 父母要在他们活出榜样 让他们看见神的恩典 神福音的能力啊 所以对于每一个做父母来讲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我们要天天脱下旧人 穿上新人 这也就是说所谓脱下新人 穿上新人 就是老我的生命天天被改变 天天要活出新生的样式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做父母的 要活出天天 我们在生命里面做新造的人 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发现 有一些年长的 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固执了 不改变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 全家人不配合 我就是不行 这是不好的 基督徒要学习一件事情 只要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做法 在圣经的真理 真光照耀之下 是偏差的 是不正确的 我们就改 我们是有绝对真理的一群人 做父母的 要在儿女面前活出这个榜样 父母不是给儿女说 我是不错 我是不会错的 我是标准答案 听我的就对 那不是圣经的真理啊 父母要给儿女看见的 一个最真实的现象 我也会犯错 但是我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改错 这就是给儿女最大的祝福 让他们看见 儿女成长的一生里面 他也会犯错 但他会想到 我爸爸也会犯错 但是他会改错 以后他的生命被神祝福 那我在错误之中也要改变 也要被神调整 这是要做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这样做 我们在儿女面前 应该活出来的是真理之爱 不是那个偏狭的 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部分 只要是我的亲人 只要是我的家人 就是好 就是对 做错了我也挺他 这是世界的做法 你真正爱自己的亲人 他做错了 你就要告诉他 让他归正 这才是真正的爱他 那种他错了你也挺他的 那种不是爱他 那是害他 那我记得有的时候 我们在传统的这些观念里面 也讲说 我的儿子是不会说谎的 我的儿子是不会犯错的 我的儿子跟别人起冲突 都是别人的儿子错 这种观念在圣经上面 是站不住的 你我的儿子 你我的晚辈 都会犯错 因为他们是人 是人就会犯罪 我们要有的不是包容纵容 我们要有的是带领他们归正 那他们怎么会归正呢 从我们自己先归正开始 所以基督徒是活到老 改到老 生命见证到老 这是一个最美的现象 所以做长辈的我们要做出来 第二个 我们要懂得体谅 孩子们在生活上的挑战跟压力 而不是一昧地要求他们做什么 孩子孝顺父母 那是主动自罚的 今天做父母的也要体谅 在这个高科技时代 竞争力如此剧烈的一个时代 那一个科技的翻新 是这么大的压力的时代 孩子天天在承受这些 我们要体谅他们 不是那么容易的 今天不要看见孩子 在一个高科技业里面 收入很多 或者在某一个行业里面 收入很多 你知道他们那个有的时候 是用他们的生命 用他们的健康去换来的 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极大的 我们做父母的要体谅他们 要懂得 要进入在他们的处境中去明白 白天工作 今天在湾区 有的时候高科技的人 一天工作14个小时15个小时 回来还要面对孩子面对家庭 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帮他们一把 我们帮他们一把 只有那种完全弃父母于不顾的 我们要指责 那种已经尽心在做的 这样子的儿女 我们要称许他们的作为 我们对于儿女孝顺父母的作为 要用口头上很明确的告诉他们 对他们的作为表示赞同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父母亲知道他们所做的 这对孩子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做父母的要成为孩子们属灵的一个避风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是基督徒 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一样也会犯错 他们犯错的时候会遭遇到这个世代 周围的人无情的攻击 家庭做父母的会成为他们的子子 我们不纵容他们犯罪 但是当他们在领受自己犯罪的结果 那种挫折 那种失败的时候 我们也把他们抱在怀里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 我自己的生命遭受到很大的挑战跟挫折 那一年 我带着一个父亲请罪的心 到美国来见我父亲 当我的车子从机场开到父亲家门口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的父亲站在门口 他知道我来了 他居然从家里面走出来站在门口 当我下车迎向他的时候 他是走过来把我抱在怀里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孩子我知道你的状况 靠着主重新站起来 那一句话成为我反败为胜 成为后来能够再继续在神的恩中奋力向前 很重要一个动力啊 他不是责备啊 不是说你做了这种事情丢了我的脸啊 没有 他基本上就是接纳 他知道我已经认错 他知道我已经在这个错误里面再付代价 他成为我的指使 我们做父母的要有这样的态度 给孩子一个真正的避风口 最后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做父母的要活出榜样 这个榜样是极重要的 我们要在这个孩子面前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态度 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不一样 这个世界讲自私 我们愿意为对方的好处 活出不一样的态度 世界上婆媳关系一塌糊涂 我们愿意活出不一样的婆媳关系 我们不是只想到我自己得什么 我们愿意为别人的好处付出代价 我上周讲了一篇道 爱心做诚实话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做父母的要率先的活出这样的榜样 而且也要给儿女们活出一个 在难处中我们顶得住 不是在难处中我们就挫折 我们就抱怨 我们就整天的就这种抑郁寡欢 不是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看到那个姬超人伯伯的夫妇 李正州伯伯的夫妇 还有我们所敬爱的张牧仙老子妹 他们都是浑身病痛啊 但是你看到他们 在主日的时候 他们带着病痛欢喜的面孔 来到圣殿敬拜神 那就是见证了 不必再说什么了 从他们的作为上面 我们知道真的有神 我们也知道人靠着神可以站立得住 这就是榜样 这就是最美的 所以我们对年长的 在今天这个事态里面 也有我们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基督的恩惠里面 每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两代之间 其实是非常幸福美满的 不像今天有的时候 因为人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 造成的疏离 对立 怨恨 我们在主里面是恩爱 是相顾 是体谅 这是神给我们的 基督徒的一个光颜的生命 上帝要我们做光做眼 容许我说 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 是光颜生命的指标 你到底有没有活出光颜 看看你的家庭吗 不是看你在教会里面 你做多少服事 是看你的家庭见证是怎么样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教会的这个大的家庭里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幼不幼以及人之幼 大家活出那一个尊敬我们的长辈 孝顺那个在主里面 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最后我提出一点提醒 就是若是你的成长环境里面 你的父母亲留给你的 是负面的 是伤害的一些资讯 我求主你赐给你一个力量 主要给帮助你带领你走出那些捆索 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一样 一天到晚在我的错误里面 去找别人的责任 我今天的个性扭曲 我今天的脾气暴躁 都是因为从小到大的时候 一些人对我造成的伤害 这是一个错误的处理方法 这是有罪的世代处处都会 因为罪而带来的伤害 但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靠着主重新站起来 断开那些过去的影响 带着新生的样式往前行 让所有的错误 过去的这些最终的错误 终止在我这一带 我愿意用正确的方法 带领我的儿女 我愿意用正确的方法 回应那些曾经错误带我的父母 这就是基督徒 活出那个劳数的生命 是蒙福的 你如果一直让这些苦毒 捆绑着你自己 只有让你自己越陷越深 但是若是若是在神的真光里面 放下这些过去的造成的伤害 愿意做一个正确的人 活出那个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你一定可以扭转 你那个负面的人生 影响神的光明 人亏欠我们 我们也有亏欠人 我们更亏欠神 神都饶恕了我们 我们就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 然后活在神的真光中 领受祂的福分 愿上帝的话提醒我们 在这一个真理里面 我们愿意活出一个真诚的孝亲之道 不是只是表面的 不是只有每年母亲节 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庆祝一下 我们天天在主的光中 在主的恩中 做讨生喜悦的儿女 在神所赐给我们这个 属世的权柄里面 做我们该做的事 成为神 和神心意 淘汰喜悦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在人世间设立这一个 属灵的次序 我们每一个人 都给我们父母 你借着圣经的真理 教导我们 学习 顺服父母 要我们在今世的时候 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处处的展现出 对这一个权柄的顺服 以至于我们可以操练 对你那个绝对权威的顺服 你也让我们看见 虽然这个世代里面有罪 有很多时候 亲子关系是扭曲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你里面 重新扳回来 我们可以反败为胜 我们可以让那个错误不再继续 在你的恩中 活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也为所有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家庭在主面前来求恩 愿主你大大的赐福 圣灵随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 让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脚步 按着圣经的真理而活 我们来纠正这个世界错误的潮流 让我们在你的真光中 因着遵行你的旨意 立行你的真道 以至于我们活在你的恩中 我们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喜乐 我们与你建立正确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与人有正确的关系 谢谢主 你把得救之后的使命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 成为你自己光颜荣美的见证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现在要奉主的名 将属天的赐福临到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也愿意我们用忠心敬虔 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美好的作为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宝慧师的感动与交通 与全体弟兄姊妹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